这是浙江武警抓捕湘潭持枪杀人犯的真实画面 三名职业杀手枪杀两人 重伤六人 流窜多地作案 浙江武警部下天罗地网 展开生死抓捕 时间回到2000年4月4日 浙江武警突然接到上级命令 称湖南湘潭三名持枪歹徒即将前往宁波 三名歹徒在当地作恶多端 多次持作案 是职业杀手 心里已经严重变态 将人命视为草剑 如果不将其赶快抓捕的话 后患无穷 这次能够提前知道他们的行动 湖南警方也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所以浙江警方一定要提前布控将其一网打尽 听到这个消息 浙江武警总队第一时间内来到车站布控 无谓别的 只因这个犯罪团伙不仅随身带的有枪 身上带的可能还有炸弹 所以一不得不慎重 浙江武警铁路班警 公安干警都在第一时间赶到了规定对点 严阵以待 时刻准备着冲锋 但奇怪的是 车辆早已到站 警方并没有发现三名嫌疑人的椅子 难不成是消息有错误 跟上级核实后 警方再次确定了三名劫匪坐上了这趟火车 那就只有一个可能三名歹夫有极强的反侦查能力 提前下车了 警方沿着火车干线 往前找 终于在距离宁波 只有一站的尚鱼找到了他们的增进 三人下车后 就迅速拦下一辆出租车 准备前往尚鱼郊区躲藏 但当地武警官兵和公安干警 已经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 对当地进行封控 因为警方赶到的实在太过及时 所以三人刚刚到了山上 还没找到的躲避的地方 就被后方的警察发现踪迹了 为了活命 三人疯了一班超山下跑去 逃跑的过程中 一名歹徒看上了路边一个村民的摩托车 直接动手抢了起来 因为太过着急 村民的腿还被他一枪打穿了 看着歹徒的枪已经朝着无辜村民的头部挪去 追击的武警官兵无奈将其直接爆头 周围的村民听到枪声被吓得到处逃窜 警方愤出一部分人先将群众疏散 保证群众的安全后才继续抓捕 抓住这个空档 另一名歹徒飞快地朝另一个方向跑去 情况紧急 警方第一时间朝着他的腿部开枪 出于对身的渴求 即使腿部中枪 这名劫匪依旧跑到了附近的已经废弃的民房内 这个废弃的民房位置非常的巧妙 房子后面就是湍急的河流 河流后面就是大山 如果警方强攻的话 吃力不说 歹徒轻松就能够逃脱 为此警方只能计划逐步计划 而另一名歹徒这是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事情变得非常棘手 这是浙江武警抓捕 湖南持枪歹徒的真实画面 专业杀手的他们身人无数 即使面对警察也毫不惧怕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 三名杀手中一人还曾当过兵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三人又怎么走到这一步呢 看着警方一枪将自己的同伴给抱头后 剩下的两名歹徒更加小心谨慎了起来 虽然自己的腿上被警方的一枪打穿 但歹徒杨卫兵看着将自己藏得严严实实的废弃民房时 他就开心得不得了 房子后面就是湍急的河流 再往后就是大山 只要他瞅准时间就能顺利逃脱 而警方也不是吃干饭的 将废弃民房的玻璃打穿后 谈判专家不断地充其喊话 让赶紧自首 现在一切都来得及 深知自己手上有好几条人命已经逃不脱了 所以杨卫兵根本不回话 企图营造自己已经转移阵地的错觉 僵持的时间越来越久 警方也不再等了 直接扔出两枚催泪瓦斯企图将杨卫兵逼出来 但不知为何 杨卫兵不仅没有忍不住地冲出来 连咳嗽一声都没有 担心出事的武警官兵来三人组队 开始强行对废弃民房进行搜寻 几名武警小心地在一楼和二楼的进行搜寻 以为屋内有投放过催泪瓦斯的缘故 所以视线受损严重 但还不等警方看见杨卫兵的身影 他竟然自己忍不住了 蹲在三楼的他对准警方就是一枪 幸亏我们的战士反应迅速 没有被击中 而杨卫兵也因为自己的行为暴露了位置 双方展开了激烈的火拼 虽然一开始是准备留杨卫兵一命对他进行审问 但情况紧急 担心迟责生变 警方干脆直接将杨卫兵击毙了 这下就只剩最后一名歹徒孝林明 他非常的小心谨慎 三人提前下车的主意就是他出的 在警方追捕的时候 也是他第一个调转方向 所以警方抓他的时候也费了非常大的力气 孝林明非常善于躲藏 如果是在深山老林里 他能够躲上一年半载都没问题 为此警方特地在山脚下埋下了天罗地网 终于将正在劫持汽车的孝林明活捉 而他也成为了为警方揭开谜题的最后一人 虽然不可置信 但第一个被击毙的歹徒杨亮顺 曾经还是一名解放军战士 浑身上下都充满了正气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所有人都不敢信心他能够做出杀人的事情 更令人震惊的是 引他走上这条路的人正是他的亲弟弟杨卫兵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的呢 这是浙江武警抓捕湘坛持枪杀人犯的真实画面 三名职业杀手枪杀两人 重伤六人 流窜多地作案 浙江武警部下天罗地网 展开生死抓捕 经过一番激烈的枪战 三名歹徒两名被当场击毙 一名被带回警局审问 在这个三人团伙中 起到主导地位是一对亲兄弟 哥哥杨良顺从小性格憨厚 非常的赌事 因为父母都是工人工作 比忙碌 所以比他小六岁的弟弟杨卫兵就是他代大的 与哥哥稳重的性格不同 杨卫兵非常的调皮懂事 从小就喜欢斗鸡摸狗 甚至仗着自己有个宠爱自己的哥哥欺负别人 而杨良顺也非常的奇怪 非常懂事的他从不欺负弱小 但只要弟弟让他干的他都干 丝毫没有原则 父母也不在意这些 只是觉得兄弟俩感情好 长大后的杨良顺参军入 因为身体健壮 性格老实 所以杨良顺在部队发展得非常好 深受领导的器重 而杨卫兵长大后 却成了一个小混混 不好好工作就算了 成天跟萧林明这种扶棚狗友混在一起 吃喝嫖赌样样都沾 没钱了就去偷东西换钱继续赌 知道弟弟的行为之后 杨良顺马上就退伍了 在他的心里长兄如父 父亲已经不在了 自己作为哥哥就有责任教导弟弟 他准备回家好好带弟弟走正路 谁知道杨卫兵不这样认为 他觉得哥哥就是太死板了 所以明面上非常听话 私底下该干啥干啥 甚至觉得哥哥的劝说太烦了 就设计让哥哥也沾上了毒瘾 很快就将自己继续赌完的杨良顺 也在杨卫兵的带领下 开始偷厂里的东西换钱 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杨卫兵干脆成了专职打手 专门帮那些大老板 做一些不好出面的事情 每次完事之后 都会收到丰厚的报酬 杨良顺虽然不赞成这样的事情 但他也不能看着别人 欺负自己的弟弟啊 慢慢的 兄弟来都成了专职打手 当郭冰的杨良顺攻击力 可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兄弟来很快就成了当地的一霸 而萧林明也跟着兄弟俩吃香喝辣 他们第一次杀人原因 仅仅是因为看上了 对方的新款摩托车 对方不愿意给 兄弟俩就将对方给杀了 可能是觉得动手的时候不威风 杨卫兵刻地买了好几把枪 给他们防身 几人有枪之后更加的猖狂 只要能杀人就不打人 简直就是恶魔 而且因为杨良顺有当兵的经历 所以他们有非常强反侦察能力 次次都能逃脱 这次如果不是这次是在外地作案 警方说不定根本抓不到他们 不知道杨良顺临死前 有没有后悔自己一味的纵容弟弟 也不知道杨卫兵有没有后悔 将哥哥拉下水